好 歡迎進入到這一段的節目 前段節目已經告訴你了 為什麼這一次人行的降準反應會這麼的大 因為這是放錢的幅度真的很多 再加上台場美股 其實都進入到第四季的傳統 或是電子的旺季 其實盤面上的利多真的很多 尤其以形態來看 今天真的叫做一個波段多頭的確立 那確立有沒有機會創完波段高以後 往歷史高邁進呢 就要來請教今天的三位來賓了 好 第一位是我們的K線之神朱家宏 朱老師 好 朱老師先跟你講答案 他覺得有機會挑戰歷史高 但是當然不是隨隨便便的挑戰 我們在這個大盤創高之前先來看類股 今天中概股的表現相對就很強 而且他們都是低位階 那形態做好了嗎 那車用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另外大家最關心的 也是朱老師特別點名的 銀件現在是比較偏空走勢 我們有沒有機會等到銀件 在央行釋出所謂的排除條款 保障條款之後能夠做一個反彈 等一下聽朱老師怎麼講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晉級風火輪 艾倫 好 終於艾倫的大盤腳本可以改寫了 那改寫有沒有像朱老師一樣的樂觀呢 也是一個滿樂觀的腳本 那上次艾倫來特別提到 如果反攻有量上季線 優先考慮全職股 等一下 F5全職股幫你看 裡面有三檔形態做好了 那當然小型股不要忘記哦 明天達明機器人關牌新櫃 機器人艾倫的主場 等一下告訴你 誰是右側動能最好的選擇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 可轉載天王麥可鄧 鄧哥今天來要教大家什麼呢 就是GB200的好消息了 昨天晚上回答大漲 根據可靠消息12月確定GB200會順利的出貨 那台廠供應鏈有沒有機會迎來一波的曙光 尤其是跌到很慘的散熱 可轉載天王告訴你有的從債的發行就可以看出來了 另外三個月前交過 可轉載加上庫藏股帶來的等於大漲 等一下我們的鄧哥也會告訴你 誰符合這樣的條件 好 首先有請朱老師 好 朱老師 好 今天都很五顏六色 好 各地都有政策 我們打房有沒有鬆手我不知道 現在說鬆手會被罵 但是人行有沒有救市 這個很確定 他要救市 所以在政策的鼓舞下 其實台股是有可能站這個新高 聽說你覺得是歷史高 對 現在很多經常有些新的政策出來 但這些政策都會影響股市的漲跌 那我們看看影響哪幾個部分 好 那第一個就是打房 好 那這個金管會宣布了這個打房 大家都說是例子上最最嚴重的 是央行給了一個現代條件 最最重的打房 可是這一打把所有的大小人通通都打了 所以現在要做個修正 好 當然有問題就改 對 不然的話 這個所有人買房的都 包括換房的 或者是第一次買房的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或是什麼繼承的 對 所以這也是看看 銀建國有沒有反彈的機會 那第二個就是 美國 中美的貿易戰 還在持續的進行 是 他已經不知道進了多少東西了 手機也不准進 什麼也不准進 好 那現在連中國的汽車 整體車也不准進 他的軟體硬體都不准進 就是汽車零件也不行 那這樣當然對我們的汽車概念股 就有幫助了 因為這樣子很多的單 就會轉到我們臺灣來 那第三個就是中國大陸 這個最近這些動作 算是非常的大 撒錢 所以他的影響也就非常的大 那包括這個市出 大概一兆人民幣到市場 那第二個他也降房貸的利率 好像跟我們剛好相反 我們在打吧 他們是以前舊的房貸高利率的 一起降 新舊全降 那他現在把房貸利率降低 讓老百姓可以撐住這個房子 好 還有一些創新的工具 來挺股市 不管怎麼講 中華大陸這個動作也是很大 所以他可以讓中概股從右下角開始 真的 中概股真的低迷非常久 右下角就是第一隻腳 從第一隻腳開始 好 那我們在前面 今天其實大盤 大家除了大盤很興奮之外 就是台積電上一千塊 這也是大家盼望很久的 那台積電本來他就是一個領頭羊 所以台積電要是去創他的1080 那我們這台股自然也有機會去創歷史高點 因為幾乎圖都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台積電漲多了回檔 我們還是以做多做考量 好 那今天這檔股票創意 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出來 其實今天是漲停板 好 外資也有出報告 有一個合作的方案新的 一開盤就漲停板 那這個也是類似 這是最低點 這個地方打第二隻腳 那漲停板 那漲停板當然要買也買不到 不過可以當作一個觀察的指標 如果他繼續走強 那也代表這個類股也是非常的強 而且最重要我們在前面都跟大家講說沒有量 所以都在漲中小型股 那今天不一樣 今天不一樣 全職股來了 今天不是中小型股 高價股也來了 所有的上千的股 像創意都一樣 還可以跳空漲停 所以可見的這個大額的資金也開始要進場 開始進來了 那中小型股還在維持著活蹦亂跳 所以因為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台股今天氣勢就很強 對 壓權指數我們盼望已久的這個22545 今天突破了 而且是確認突破 其實這個叫有效的突破 有效的突破 對 我們要去過一個壓要有效 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一定要有量 是 第二個一定要收盤過 如果你上引線 那還不但不能過 搞不好還會下落 今天收盤還拉高 今天收盤收在相對的最高點 所以而且今天還有一個跳空缺口 是 所以可見的今天這個攻勢是非常的非常猛的 大家一起來全部都來攻 是 好 那這個關鍵的位置過了 也就是說我們的底部型態完成了 好 這是一個底部型態 是 完成了這個底部型態 你把它看成W底也可以 你把它看成N字底也可以 反正它就是多頭完成 反正就是完成了 它就是完成了 後面再去挑戰就是我們的歷史 好 有機會的 有 而且還很大的機會 那週限上一週就已經底底高了 因為上週佔了 佔上五軍了 那這一週今天已經過中間的高點 就是我們那個22545 好 22545 那如果再維持明後天都不跌的話 以日線看明天還是有機會再漲 因為今天放量嘛 大量紅K還有機會 那週限應該維持這個多頭 也能夠差不多可以確認 那美股的道琼跟這個標普500 都是創歷史高了 也都是高高在上 好 但科技股跟我們比較相關 那科技股原先是比較落後 但是拉斯達克他也轉多了 站在軍線上 現在只有廢半稍微落後一點 但是應該也會越走越強 他也會開始轉強 好 那整個的大環境看起來 對我們蠻有利的 講了那麼多開心的 先來看一個 你覺得型態比較差的 那現在我們來看 民建股 那我們如果說對一些 跌升的股票想要去強反彈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股價很低 但是你一定要有條件 要不然一般我們的空頭 都不會去做反彈 是 因為那是利式交易 對 我們這個條件其實也很簡單 四個條件八個字 你就練這個八個字 第一個就一定要急跌 急跌 急跌就是連續跌三天以上 跌停什麼 要不然就是一直跌 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跌幅已經超過20%了 好 急跌 跌幅已經超過20% 就是它一直跌 但是累積起來已經跌得很深了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那第二個不管怎麼跌 它要反彈 一定要有一個量 好 這也我們講過 第一點一定要爆量 爆量的定義是 我們在前面這個講大盤就有講過 我們的第一隻腳就是兩天的爆量 那爆量的定義就是 它前面量的兩倍以上 好 前面量的兩倍 越大越好 好 兩倍以上 對 越大越好 好 有看到了 有出了量了 還不能進來 還要止跌 止跌基本上就是要有一個變盤線 或者一個紅K 就叫止住了 表示多方已經可以拉上來了 空方也沒有再破底了 這叫止跌 那就可以準備了 你就可以準備進場了 那第四個條件要過高 還要過高 過高就是 止跌就好了 你不是止住了嗎 止住還沒有代表上漲 好 對不對 我要搶反彈 我要搶在這個低點 所以你一定要確認 這個確認就是 這個止跌的高點已經被過 在K線的理論來講 多方轉強 你多方轉強 你才可能把昨天的壓力過 昨天的高點是壓 那我今天可以過 好 那你在這邊搶 那搶完了要怎麼做 搶完了不是就睡覺了 搶完就獲利了結 你在做利 我在做逆市交易 對 所以一定要很嚴 你進場以後 你每天就是守低點 你抵這根K線的最低點 包括你進場的這一根 好 那個就停損 那第二天就開始停利 要賺錢了嘛 你就跌 有一天他把他這個 前面一天跌破 你就停利 好 就這四個原則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現在 在銀劍股 只有這兩檔是多頭 是 我全部都給大家 都看過了 都看過了 其他全部都是跌深 準備搶反彈 也好 但是有的沒有爆量 就不太符合這個條件 但是如果有爆量的 你就等這個 止跌跟過高 你就可以去搶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 高價也跌得蠻深的 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好 觀眾現在期待你幫他們 挑出來了 好 興潤 這個已經從上面 一直跌一直跌 然後這邊就開始了 跌停 跳空跌 跌停 哇 這個叫急跌 對 然後昨天爆量 確實 昨天這個不止兩倍了 對 爆量 現在就差最後一步 又過高 好 要有一個紅黑實體棒上 是 那大家就可以了 好 但是沒有你就千萬不能動 你不要說 這個我先來先買一買 每個人都很想買到最低點 那只有主持人才有這個神力 是是是 惶恐惶恐 對 昨天說萬海漲 今天就漲停板 這個有電視為證 好 對 這個 維泰哥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等過高 過高不要忘了 還是要守這個紀律 就守K線的低點 好 那這是我們營建湖裡面 多頭的 兩支裡面的一支 不過他有公共工程的概念 對 所以 他背後一定有原因 為什麼別人都空頭 他為什麼不空頭 對 他一定有 所以 去研究基本面的 就會知道他什麼原因 但我們有研究技術面的 就是你多頭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就繼續做 那過高拉回做 那沒有過高 我們在這裡就等一下 等他過高拉回來 這樣子比較好做 好 再來就大家比較關心的 中國這個 撒了這麼多錢 那中概股是不是就會受力了 那自然這些中概股 今天有些就表現得很強 包括我們的中株 藍天 藍天很強 對 今天都 藍天天都漲停板 那這些各位也一樣 我給大家分了一下 這個已經多頭的 你就拉回做多 那這個都是今天多頭確認 那你就可以去追蹤 那還有在打底 你就等他突破 包括台塑也是前面跌得很凶 但是現在也在打底了 那你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你就等他突破 那還有是空頭反彈 但為什麼要講這兩支 因為空頭反彈有分強弱 那如果你就很強的話 當然就可以鎖了 是 表示他也要反轉 先反彈 然後再反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株也是打了一個大底 這好多人問 然後這也是過了 那這個底不完成了 是 均線也做好了 那你要去鎖他 就按照我們做多 回後買上漲 就不要去追高就好了 確實因為很多人 他在中國會有呆帳的問題 對 好 但是呢 可能應該這個政策之下 他應該會慢慢的改善 會舒緩一些 會慢慢改善 好 那這個就屬於強力反彈的 好 這個就強力反彈的 你好 這個就叫連續下跌 已經超過20%以上了 是 然後呢 這裡有報個大量 對 這個量是昨天的兩倍 是 就這根紅K 那這根紅K呢 也把昨天的高點過了 如果你去強反彈 假設因為它符合我們剛剛條件嘛 對不對 這個連續下跌爆量 紅K止跌過高 那你這個 紅K的低點就開始守 是 所以你這樣子守 守到今天還在守 如果明天跌破 那你就要出頭 好 這樣OK 這個搶反彈 是 那我們做波段的 它現在還不是多頭 是 因為它叫反彈嘛 反彈過高 所以你要等第二隻腳回來再做 好 回後買上 好 剛剛有提到車用的部分 剛剛講到車用了 那車用 當然我們台灣的汽車零件也是很強的 那這些也是一樣 根據趨勢做好區分 大家可以自己每檔去看一下 像金像光今天也漲停板 一律電也是盤整突破 是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追蹤一下 好 雅光 好 雅光在這邊是要挑戰高點 因為它有兩個頭在這裡 對 兩個頭 那這個就觀察一下明天 好 如果明天能過 我們這個就算是整理完了 那就任何的拉回你就做多 好 一家也差不多 急漲 預壓拉回 這邊預壓嘛 然後拉回 那在底部 季線這邊 再做一個盤整 好 那今天看起來已經開始發動 是 那上面是7.2的壓力是比較重 因為這邊量比較大 各位要做這一隻 就注意一下47.2過不過 如果不過暫時就短線 就賺個價差 那要做長線 就等它過了再做 這樣子比較好 好 我想一般的觀眾會有一個疑問 像剛剛講到銀件 感覺上位階很低 會覺得會不會肉比較多 那這種高檔盤整的 會不會肉比較少 可是以形態來說 是不是比較喜歡形態好的 我們做多 當然要多頭了 是 但那個銀件 那個銀件只是搶著反 還不知道會坦到什麼地方 談完了可能還要打底 所以你大概只能做一次 是 那這個如果多頭 你就可以沿著一直往上做 他可以不斷的創新高 你就繼續做 好 所以這兩個性質是不一樣的 好 就大家就自己憑功力選擇了 好 這邊非常謝謝 謝謝資晨朱老師 謝謝